十周年纪念 十年情怀 阿里阿一中国好生意使出了浑身解数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中国好生意已经选出了冠军 李克勤战队的五颗月 亚军王靖文 继军陈文飞 殿军姚小棠第五名贺三 结果出炉之后不少网友表示 这个结果令人有点意外 像做梦一样 奖获总冠军的五颗月 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对于观众来说也同样如此 当晚的决赛夜也确实是状况不断 导师汪峰再次疑似破音车祸 主持人华少两次报错票数 甚至将王靖文归入了李克勤战队 计票设备连换了两次 靠人工计票才顺利过关 由于是常控制失误 被邀请来演唱的 昔日好声音学员 谢琳娜一高的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舞台背景 可以说好声音当晚的巅峰之夜 大大震惊了眼球 网友总结的好声音 三大尴尬争议 第一是十年情怀尴尬收场 总决赛采用了分会场设置 几位小导师吩咐各地外景拍摄 结果被网友吐槽 这分明就是街拍嘛 虽然请回了网界的冠军回来助阵 导师也一口气新加入了四个 但是依旧难以拯救 不断稳定笑话的收视 和下降的豆瓣评分 今年总冠军话题讨论度 甚至比起上届 善依晨夺冠都远远不如 相比之下2012年夏天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 刘欢 纳英 于成庆 杨宽第一次纷纷为选手转身的时候 第一季总决赛可是万众瞩目 当年节目收视率从开始的1.477 一路飙升最高达到了6.101 比赛选手和歌曲都是全民讨论的话题 尤其是总决赛直播 简直是小春晚的感觉 当年这款横空出世的爆款综艺 不但和我是歌手一起将音乐综艺送上巅峰 节目对编曲等的空前重视 也极大的推动了国内音乐节目的制作水准 对比现在的惨淡是不小的差距 第二对于冠亚军的排名有争议 五颗月之前可能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当晚的决赛和其他人相比 五颗月的冠军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虽然大家的终意点也更多集中在 人气高的王清文表现不好 表现更好的陈文飞 不应该排在其之后 在第二轮的选手个人演唱环节 首先让人耳朵想怀孕的 应该是一直跌跌撞撞 喘进决赛的贺三 一首吉他弹唱歌曲 叶丽亚女郎亮了 原唱同安格把这首歌唱的 极有个人风格 也就意味着很难突破 但贺三还是把经典老歌 改编出了自己的味道 那种自信洒脱是很动人的 不过有点不太利好的是 贺三的出场顺序实在是太差了 加上人气不足 成为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选手 拿下全国第五名 姚小唐一曲一颗星的夜 台风大气沉稳 爆发力十足 整个演唱也很投入 但少了一点经验感 在个人人气不俗的情况下 有些过于求稳 结果未能进入前三 而陈文飞可以说是本届最大的一难评了 虽然成功进入到了总决赛 并且获得了季军 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但以他的实力来说 季军并不是一个好成绩 如果这一声音作为评判标准的话 陈文飞的嗓音 是无位选手中唱功最强 最有辨识度的一位 廖长永在本轮为陈文飞选择的一首西班牙歌曲 虽然陈文飞演绎得非常完美 一系红裙一边跳拉丁一边演唱 睡听声音的效果已经拉满了 原来陈文飞的颜值并不比五颗月和姚小唐叉 但是这是一首西班牙语歌 无法引起共鸣 因为没有几位观众懂西班牙语 这首歌对于观众来说太陌生了 在决赛舞台上唱英文歌是大忌 唱小于种歌简直是自我放弃 但是抛开现场观众 陈文飞这首歌的实力绝对在线 唱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同时还有一股酷劲和倔强暗藏其中 最后仅仅止步第三 难怪观众对亚军王静文的质疑这么大 就是论式的说王静文第二轮个人演唱表现 可以说远不如陈文飞 甚至也不如姚小唐和三 但凭借现场超高人气 王静文不仅没有止步前三 反而以2629票的首轮最高票数 进入冠军争夺战 不过这次高人气的王静文 遇到了无可挑剔的五颗月 从第一轮与导师李克勤 以及贺三合唱的乐扮小夜曲合唱开始 这位高人气选手就发挥非常稳定 五颗月连续翻唱了 陈慧显的经典老歌飘雪最爱 凭借两首翻唱乐语歌 展现了自己的个性并且获得冠军 一直唱乐语歌夺冠 应该是中国好声音这么多年来的首次 算是一个意外 可是如果最后不是五颗月夺冠 最后好声音难免背上黑幕的名声 说起来当晚还有一个插曲 比赛还没结束 节目组就发布了五颗月淘汰的文案 说明节目组内定的冠军并不是五颗月 所以早早准备了他的淘汰文案 网友表示 其实好声音内定的冠军是王静文 没想到王静文不争气 节目组想捧都不敢捧 王静文演唱的歌曲是 以后别做朋友 没想到自己的唱功完全驾驭不了 尤其是在主歌部分 现场直播将王静文的缺点 基本都暴露了出来 气息不稳 主歌部分的低音叹不下去 能够理解好声音为什么力挺王静文 一档节目必定有出于流量的考虑 同时这也是一种拥抱新时代的常识 王静文的嗓音条件并不突出 在声音的厚度宽度离度上都有欠缺 这就是为什么总有观众说 听不清他的歌词 相比之下 他的创作能力要比歌声突出的多 不过第三 相比于冠军产生的过程来说 华少两次爆错王静文的票数让人不解 这届中国好声音有没有内幕不知道 但是华少这样的低级失误实属不应该 冠军有些意外 华少的表现更意外 以往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直播 通常都会选择在空间开阔的鸟巢 而今年场地发生了变化 选择了室内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 现场收音更优秀了 以往的那些糟糕的直播音质 有了很大改善 然而这种改善却并未给观众带来动听的歌声 歌手们依然紧张 各种瑕疵也被放大 好几个歌手的声音都在发抖 唱歌的时候比的不是谁唱得好 而是比谁更紧张 一个歌唱类节目歌声 竟然比拼心理素质 实在是有些不合适 第四没想到 现场学员状况百出就算了 导师们的情况也不少 不少网友表示 姚小唐竟然被汪峰给拖累了 姚小唐的导师是汪峰 好声音决赛第一轮比拼的内容是 导师与学员合唱 合唱歌曲当我想你的时候 本以为汪峰会是姚小唐的最强后盾 可没想到汪峰的状态很差 高音上不去气息也不够稳 其实汪峰立无能力是很强的 但在决赛上的发挥很一般 堪称让人如莽自卑 如坐针针的舞台 这是一首汪峰唱了无数遍的歌 但选择这首歌是个明显失误 表面看歌曲能够充分显示 姚小唐的爆发力 但姚小唐的音色有点尖不够厚 最明显的缺陷是感染力不足 结果并没有充分发挥个人特色 最灾难的是甘当绿叶的汪峰 为了衬托姚小唐这条主线 明显是压制场 把K故意唱低的结果是 不管是不是真的车祸 观众听起来效果就是车祸啦 这一轮姚小唐的票数很低 是他早早被淘汰的重要原因 同样有些糟糕的是 王静雯与李荣浩的合唱 这首陶折的歌是很典型的台式RMB风格 曲风前卫律动学足 本来很适合唱现场 但李荣浩这次的改编不是很成功 为了更突出人生 整首歌的律动都被改变了 加上王静雯不出意料的开口就飘了 结果是整首歌听起来都很奇怪 和声部分尤其突兀缺乏美感 最后想说一句 在决赛的舞台上 发挥稳定才是唯一的夺冠密码 吴柯月发挥是最稳的 他夺冠一点都不意外 姚小唐 王静雯 陈文飞 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有达到自己最完美的状态 实在有些可惜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记记留言 跟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